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现代称为碧谷养生术 碧谷养生术是通过人体进行财与养 直接从宇宙中摄取能量 摄取养分 从而达到趋病 健身 美颜 减肥 介饮 提高生活品质 转化生命形态等目的 碧谷养生术 简便易懂 安全易学 适应现代人的生活节奏 思维习惯和工作效率 碧谷最基本的作用是清理肠道中的素变 和排出血里的毒素 素变和毒素是百病之源 通过碧谷做一次全身大清仓 可以帮助人体获得健康 两个令人惊叹的实验 美国的马凯博士曾经做了一个很有名的实验 当时震动了医学界 这个实验就是把若干白鼠诱发肺癌 分实验组和对照组 实验组把七天喂食改为两天 结果70%以上的白鼠都存活 40%获得癌症的免疫 而对照组的白鼠全部死亡 西方的科学家纷纷去仿效做 也获得了同样的结果 另一个实验 是俄罗斯的科学家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 他把婴儿的血浆 成年人的血浆和老年人的血浆 采集成了若干素 全部培植了癌细胞 这个实验发现 婴儿的血液是很干净的 癌细胞不生长 成年人的血液 因为种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不像幼儿那么纯净了 血液中存有有毒成分 癌细胞大多是疯长 血液中的毒素越多 它就越利于癌细胞的生长 这两个医学界令人惊叹的实验结论和方法 正是在西方极力推广的 我们大家现在二熟能详的 减食排毒疗法 素变和病毒是百病之源 医学博士伊菲尔讲过 人类的疾病多半是因为粪便滞留在肠内引起的 良好的排泄就是健康长寿的一个秘诀 1907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维基米科夫奖 人类的大肠中粪便聚积就会产生腐败的细菌 形成有害物质 引起自身的慢性食物中毒 于是发生疾病和衰老现象 人每天吃的食物大约要经过40尺长内管道 20余种化学变化 这整个过程非常奇妙 虽然胃也吸收了养分 但大部分都靠28尺长的小肠来吸收 5尺长的结肠则是人体废物处理工厂 所有消化的腐败残留物都在这里储存 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 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 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至7毫米 少则360毫升 多则达到1800毫升的黑色、暗赫或蓝色 恶臭有毒的物质 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 其坚硬长度与轮胎相似 它们慢慢侵蚀着我们的身体 人们习惯称之为肃变 人的年龄越大 残留在肠壁内和肠道褶皱内的肃变 时间就越长 有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素变堆积在肠道内发酵、腐败 并不断产生各种毒素、毒气 造成肠内环境恶化 肠胃功能紊乱 进而引发内分泌失调 新陈代谢紊乱 引发各种病症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它是百病之源 素变中的毒素被肠道反复吸收 通过血液循环 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 可能导致人面色晦暗无光 皮肤粗糙 毛孔扩张 挫疮 腹胀 腹痛 口臭 痛经 月经不调 肥胖 便秘 痔疮 心情烦躁等症状 沉淀在我们整个身体的毒素有 代谢毒素 食物毒素 药物毒素等等 肠道中的素变和身体内的毒素 不是灌肠 水疗法 浮食蟹药 吃排毒药和吃蔬菜 瓜果等等 可以清除尽尽的 虽然有一定的疗效 但都是局部的 只有壁谷才能尽量把素变和毒素 清除静静 壁谷的好处 壁谷好处非常多 在精神方面可以增进记忆力 加深理解力 增强意志力 培养忍耐力 充满勇气 意志欲望 增强自信心 可是心情开朗 心胸开阔 在身体方面 可以改造虚弱的体质 驱除疾病 解除神经衰弱 增加精力 矫正肥胖 矫正消瘦 预防老年病 预防癌症 矫正偏食 治愈慢性病 疑难病等等 在灵性方面 则会使你了解大自然的真理 加深信仰心 在美容方面 壁谷后 人的皮肤完全不一样 脸上长的痘 暗斑 皱纹 逐一都会悄然消失 在延长寿命方面 过去的科学家都认为 遗传基因其主要作用 现在这种理论 已经被美国营养学教授 马克博士所做的 一系列实验推翻了 著名的马克实验证是 老鼠每周近时两天 不易生癌 且其寿命延长一倍 壁谷要从短期开始 如果身体允许 可以先进行一个星期的壁谷 使身体先适应 第二次再实行两个星期的壁谷 身体会感到很轻松 而且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达到壁谷治病的目的 此外 壁谷养生术在应对灾难 航天 医学 军事 修行 节约资源 环保 预防疾病等方面 也都有很大的探索和应用空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